首相纳都斯里安华这一边才宣告打击贪污不手软 另一边就预告将会审查更多前朝政府合约 清查公帑是否花在对的地方 一旦发现舞弊 首相誓言肯定会采取雷厉行动 中文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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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是公正党主席的安华 今早出席党特别代表大会时表明 执法当局调查Jana Vibawa舞弊丑闻时 发现案情牵涉到许多土团党领袖 他重申自己的初衷 不是要鸡蛋里挑骨头 更不是要政治报复 而是要杜绝贪腐 至于一党主席 丹斯里哈迪阿旺指控政府 不理会在野党执政的州属 安华喊冤说 虽然西蒙在上级大选 在登加罗和吉兰丹全军覆没 但依然实施了哥勒河防洪计划 减轻当地民众的洪涝灾害 他也谴责哈迪阿旺 以宗教之名诽谤他人名誉 他绝对不会默许这些恶意诽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